这条影片要试三部机 虽然我经常说,影片长一点 可以让大家看得深入一点 但要试三部机,如何深入? 不挣大家时间,马上去烟草,看露蜜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VivaSound.com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产品,相信大家都相当喜欢 就是麦景图最新推出C22 Mark 5 的胆前 以及MC2 75 Mark 6 胆后 加上喇叭,意大利Sons 5 Bar Eletta, Armaton Mark III 好了,这条影片要谈三部机 虽然一部是主角,两部是配角 但也有很多话说,我们不事不宜迟 立即去片段 当然不会陌生,麦景图C22 的经典前级 1963 年是第一代 1995 年出第二代 2009 年出第三代 2016 年出第四代 来到去年,厂方计庆祝成立七十周年 博金熙纪念推出C70的胆前之后 转头就推出C22 Mark 5 而且将一些C70的技术都放进去 所以在音质上,规格上,以及在设计上 都会保留原住神水之余 提升了一些质素 第五代最大的分别就是里面的机箱架构 贵价的麦景图 现在已经是上下层分开两边的机壳去做事 这一部C22 Mark 5 也是一样 供电和线路放大部分就放在机底 大家会看到一些宝宾级的磊波电容 密码薄某电容 以及一只极低干扰的R牛 机顶就是平衡线路板 以及对声音相当敏感的胆部分 亦都是因为这样 所以在机顶上你会看到一块玻璃 看到里面有六支胆 非常漂亮,再加上线路图 其实老实说,只看都已经觉得很漂亮 C22 Mark 5 6支胆分别是1G-12AT-7 和5G-12AX-7A 5G-12AX-7A 由左边开始数起 分别是负责MM左升度、MM右升度、MC左升度、MC右升度 输入级 而最右那支12AT-7 就是负责输出级 所以其实它的唱头放大相当不错 时间关系,一条片讲三部机其实很厉害 所以MC-275 立体声后级出了一段时间 我就不特别再和大家数码 很简单交代一下 KT-88 推幻放大的胆后级 75 压功率、4 压、8 压、16 压都一样 Damping factor 大于22 如果它是行 parallel 的 mono mode 单升度的话 它的功率就会倍升到150 压 2 压、4 压、8 压都没问题 另外要和大家讲,因为它有输出牛 输出牛相当之重 所以这部机身正重是30.5kg 不要看它的机身细小 最后讲讲 来这个喇叭 Electa Amaton 3 这部介绍一定要用官方的视频来介绍 因为视频实际上拍得太漂亮 喇叭是2018年推出的 是第一代Electa Amaton 1987 年推出的30周年版 单元很快讲讲 25mm 半球体纸膜高音 但只是DAD 的高音 Damped Apex Dome 单元面板加固了 亦是单元前面加速的导波 令单元效能更高 单元后面有个独立chamber 将多余的灵阵吸收 6.5吋中低音 不多说了,说第二 二路二单元低音反射设计 低音反射向后 摆的时候留意不可以太贴后墙 起码留下2-3尺距离 by-wire的by-link pose 非常漂亮的信徒 很想和大家说的 就是这个箱体是用Monod的实木去做 留意不是MDF是实木 单元面板的皮架 亦是全人手制造 意大利人手制造 下面的喇叭底 再用Marble用麻石 为喇叭提供一个相当稳固的平台运作 可以看看它的脚架 看下来是单柱 其实它是一个铝造商柱 里面是灌了damp 应该灌了沙 脚架和喇叭是上实螺丝 更加稳妥 脚架底一样是用Marble用麻石 再加上很漂亮的金色脚 老实说真的非常漂亮 虽然是一个二路书架喇叭 但是频率响应低频可以落到40Hz 最高上到35kHz 灵敏度88dB 不算高不算低 其实不算高 压定左抗是4音 所以对抗音机的要求 我相信应该是挺高的 最悦今次的主角是前级 所以其实我想说多些喇叭 不过留下有机会 马上去片下一部份 復古样的功能是很新的 你会看到有Tone Control 高音低音的增减 你要开Tone Control 开了它才可以调调这个Tone Control Serial 和 Mono 特别是听着黑胶碟 那些 Mono 录音的时候 其实你设定为 Mono 整个声音是适合声音的 因为它有两组Pout 所以你可以独立决定它开定关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MC头或者MM头 去配合不同的Loading 开关就不用多说了 然后上面两个大键 这两个键都很容易拎 很轻手就拎到它了 左边的就是Input 你按它便变了它 好,另外的Wallam 键也是 按住它,扭转就是Balance 你会看到一件事就是Balance 全部在上面 线路板在上面走 RCA 才在下面 电源在下面 接着就是Be Out 是RCA 两组 旁边是RCA In 立体声模拟输入三组立体声 两个Ground Port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两组Phono Stage 的输入 MC 和 MM Power Control 这些就不特别说了 你后面串通了很多部机器 便可以把这些线连接 前级可以完全控制后级同步 一起开关机 两组Balance 立体声模拟输入 两组平衡模拟前级输出 好,接着说说后级 整个设计是According to Original 原本是这样设计就是这样设计 有些和其他扩音机不同 打感是对正我们的 这就是正常的摆置方法 但是你会看到那些插线全都不在机器后面 而是分开左右的 右边就是IC电源插 左边就是我们平时去接播的In-Out 分别有一组RCA的输入 Balance的输入 当然会有一个按钮给你选择 Balance 输入还是RCA 输入 里面亦有一个模式可以选择 是Mono 还是Stereo Binding Post 就是用物景图大型的Binding Post 用最漂亮的级数 亦都配备了不同阻挂的Loding 给大家选择 分别是4 音、8 音和16 音 我特别喜欢它有灯 加上它的灯 但是这种湖水绿的灯 加上蛋本身的暖光 其实真的相当之美 很漂亮 这一套是一套全设计的系统 Sauce 都是参照 Playback Designs MPD 8 接着就是Olaric LSG2 以及 Silent Angel Rune Core 线材方面 我今次特意用得比较平常的 普通线 Super 喇叭线 Bell 等的电源线 Bell 等的信号线 为何呢 因为我很想听它本身的Tune 声 还有这个系列也是复古系列 所以在线材上不用落得那么重手 可以听到那种云味和音声 当然大家也可以用一些贵线 但今次我录制 我就会选一些普通线 给大家听到纯粹是器材的声音 音乐图 Due 一个文字 这一套的音乐图 选择一首 旧歌 绿音都在今天的器材 听到非常不错的表现 我觉得这一套 Beauty and the Beast 的 Soundtrack 我觉得这版本很好听 不是说现在的版本不好听 不过我成长阶段是看这个版本 我就会觉得这个版本特别好听 而且录音是相当不错的 同样,这些小歌 听胆前后级 再加上是老麦 很好味 因为今天试的同时间都是Sons Fiber的喇叭 所以一定试试弦乐 我选一首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小提琴 就是Andrew Weir 的小鸟 这套机器不是像新世代的音响 或者新世代的老麦 那些东西起了边 或者箭头很明显 它不是走这个路线 但是不代表蟹状松散 因为刚才拉一只鸡 接着后面有个琴在伴奏 也不计计那只小鸟会不会飞出来 其实所有的 我们需要在声音、音乐画面里 听到的结像 它都是做到的 不过不是大家想像中 或者要求新世代的音响那种夸张 其实都听得舒服的 但是看你追求些什麽 如果你追求说我要很高级 Hifi和Hirest 我想利用麦径图的原子鸟 我想会开心些 但是如果你追求的是自然度 这套会开心些 刚才也说了几次 全胆、全胆、书架 不如踢一只鼓来听听 西洋鼓 也同时是一只爵士乐的 一只鼓的演出 你都可以感受到 虽然这套是胆机 胆前、胆后 但是它不是立声的 我不是说它很快 它不是很快的 这个一定要坦白 但是它不立声的 所以刚才你听到那些爵士鼓 一只手会跟着一齐按摩 它也有一个节奏感 有感染力提供给你 我觉得这套机也挺有mood的 所以选择来波波碟 I am in the mood of love 大致上听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 然后我发现还有一个音乐 应该要试但是未试 就是蓝声 选择一把很有感情的蓝声 去配搭 应该配搭到柳油 所以我选择来 就是Willie Nelson 的 Always On My Mind If I made you feel the second best I did you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今天录完这套机 总结整套机的声音 因为零件漂亮了 设计线路亦好了 所以声音的性格 是保留传统老物的特性 但是音质是提升了的 特别是说胆机 背景的灵性度 这部机相当之静 音响系统从来都不应该披抹一边 尽量应该是平衡 让大家想听音质也可以听一下 想听音效也可以听一下 这套机虽然是音色限头 但是音效和音质 绝对没有妥协 你看它的价钱 也知道它没有妥协 但是价钱 在今时今日来说 其实也算是黑几 特别要留意 就是里面有些机 还在做特价 但是长迟我不清楚了 自己去Hi-Fi Gary 问一问 最后想提一提 有关MC二侵 其实也不用我怎样介绍 这部胆后级经典东西 但是如果大家推一个喇叭 对抗音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话 预算许可的话 我都希望你们可以玩两部 玩Monoblock 因为推力真的会差很远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一部MC275 都够推今次的Armaton Mark III 但是如果是坐地 就可能真的要Monoblock 我相信 这个是买机的时候要留意 因为如果你一前一后买 那两部Monoblock 那些胆都会不同声 那就难搞少少少 好了,今天和大家介绍 麦景图的C22 Mark 5 胆前 MC275 Mark 6 胆后 和Sons Fiber的Eleta Armaton Mark III 喇叭 这个套餐 这个套餐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了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 给个赞我们 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频道旁边的钟仔 有新片出你第一成天收到通知 在现在拍片的时候 其实我差不多已经剪掉一条片 我发觉如果一条片中 好像今次讲三部器材 是真的非常费力 我希望 如果有机会说 我都不想像今次一条片讲这么多机 都希望一条片 尽量集中讲一部机 因为大家在上一条片 都留言说很想看这片长一点 但是我看回 对上两条长片 其实观看不太多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是否沉默的大多数 其实是想看短一点的 究竟长还是短呢? 其实我也很傲老 所以可以的话 这条片不要太短 但是也不要超过15分钟 希望这条片做到 好了 下次再和大家介绍一下 不同类型的音响产品 下次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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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